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報告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先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時間 107年12月18日星期二下午1時 地點議長三樓會議室協商議題 延商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二期特別預算案相關事宜 決定事項1 請各黨團於12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時前 將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二期特別預算案之提案 送至財政委員會會整 2.財政委員會收案後 交各該委員會整理福音相關提案後 於12月21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 提供各黨團及相關行政部門參考 3.請行政部門先行向提案委員及黨團 進行雙向說明 落實溝通 畢立12月25日星期二協商之進行 主持人蘇嘉全蔡奇昌 協商代表柯建民 鄭運鵬 李俊逸 張啟成 曾明宗 吳智陽 李鴻君 高陸宜用 巴吉拉 徐永明 宣斷暗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超越黨團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107年12月18日 超越黨團協商結論 經決定如下 1.請各黨團於12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時之前 將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期特別預算案之提案 送至財政委員會會整 2.財政委員會收案後 交各該委員會整理復印相關提案後 於12月21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 提供各黨團及相關行政部門參考 3.請行政部門先行向提案委員及黨團進行雙向說明 落實溝通 以利於12月25日星期二協商之進行 報告委員會現在回頭進行討論四項第一案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 本案現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7年12月14日星期五下午20時30分 地點議場三樓會議室協商主題 協商司法院行情審議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 協商結論 1.第9條第16條第18條第20條 第21條第23條第24條第26條第27條第28條第30條 第41條第42條第43條第52條第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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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第59條第60條第64條第70條第71條第83條第84條第92條第95條 照協商條文通過降附件 2.立法說明修正部分降附件 3.保留部分第10條第19條第32條第33條第49條第61條 4.通過附帶決議一項降附件 5.其餘軍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6.本案定於12月18日星期二下午院會進行處理 非保留部分宣讀後均以以通過保留條文均佔保留 各保留條文進行處理前由各黨團推派代表各藝人發言 依親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之順序交叉發言 本人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發言完畢後即進行保留條文之表決 協商主持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 柯借銘 李軍藝 鄭運鵬 李鴻軍 黃國昌 吳志陽 曾明宗 江啟成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逐條討論時盡依協商結論處理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名稱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先宣讀 請宣讀名稱 憲法訴訟法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第一章 第一章總則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 現行條文第一條刪除 請宣讀第一條 第一條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以本法制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以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正義案件 三 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的申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申請程序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二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十五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十八條刪除 請宣讀第二條 第二條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 以併任司法院院長之大法官擔任審判長 其因故不能擔任時 由併任司法院副院長之大法官任之 二人均不能擔任時 由參與案件審理至資深大法官任之 自同由年長者任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條 第三條 憲法法庭得社述審查庭 由大法官三人組成之 以本法律規定行使職權 審查庭選辦長除由併任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之大法官擔任外 與由資深大法官任之 自同由年長者任之 各審查庭大法官之組成 每二年調整一次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四條 第四條 憲法法庭審理規則 由司法院定之 前項規則由全體大法官議決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五條 第五條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之 司法年度 事務分配法庭秩序 法庭用語及裁判書公開 除本法或憲法法庭審理規則別有規定外 轉用法院組織法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34條刪除 請宣讀第二章 第二章 一般程序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 第一節 第一節 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結明通過 第六條 第六條 本法所稱當事人 既指下令案件之申請人及相對人 一 第三章案件 只申請至國家最高機關 立法委員 法院及人民 二 第四章案件 只申請至國家最高機關 及與其發生追影之機關 三 第五章案件 只申請機關及被彈劾人 四 第六章案件 只申請機關及被申請解散之政黨 五 第七章案件 只申請至地方自治團體或其立法行政機關 六 第八章案件 只申請至任命 受審查法規範之主管機關或憲法法庭指定之相關機關 視為前項之相對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條 第七條 共同申請人得由其中選定一人至三人為全體申請 但社會申請案件應經全體申請人同意 共同申請人於事人者為依前項規定選定當事人者 審查庭得獻其命為選定 與其為選定者審查庭得依職權指定之 被選定或被指定之人中有因死亡或其他是由喪失其資格者 其他被選定或被指定之人得為全體為訴訟行為 無其他被選定或被指定之人時轉用前項規定 案件係數後經選定或指定當事人者其他申請人脫離訴訟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八條 第八條 當事人得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外 言辭辯論其日 因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一、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法定代理人具有法官 律師或第三項第一款得為訴訟代理人之資格 而第六條第二項所稱相對人 三、被談人以選任辯護人 每一、當事人委任之訴訟代理人不得於三人 非律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一、法學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 二、當事人為公法人機關 公法人之非法人團體是 其所屬辦理法制或法務相關業務制專任人員 委任前項非律師為訴訟代理人者 應經憲法法庭審判上許可 第一項第一款情形應提出資格專名文件 委任訴訟代理人應提出委任書 及受任人之資格證明文件 訴訟代理人不得委任副代理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二項 第二項規避宣讀完畢 照協商結明通過第九條 第九條大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大法官或其配偶 前配偶或定有婚約者為申請案件當事人 二大法官現為或成為申請案件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 代表人家長家屬三親等內之血親或二親等內之殷親 三大法官成為申請案件之證人或鑑定人 四大法官曾參與原因案件之裁判或仲裁判斷 五大法官曾因執行職務而參與該案件之申請 六大法官成為申請案件之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 其大法官於執行律師業務期間 其同事務所律師為該申請案件之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十條保留 請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因前二條以外之其他事由大法官任由自行迴避之必要者 得經其他大法官過半數統一迴避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以本法迴避之大法官不計入現有總額之人數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大法官迴避之規定於書記官及通義准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三條刪除 請宣讀第三節 第三節書狀及申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結明通過 第十四條 書狀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印記在下列各款項項 以當事人姓名身份證明文件字號 及住所或居所 當事人為法人機關或其他團體者 其名稱及所在第一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 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及其與法人機關或團體之關係 三 有訴訟代理人或辯護人者 其姓名職業術所或居所 四 因為這聲明 五 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 六 公證明或是迷用之證據 其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簽數 八 憲法法庭 九 年月日 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表人 管理人或訴訟代理人 應於書狀內簽名或該章 書狀之格是及其記載方法 由司法員定之 書狀不合傳世或有其他欠缺者 審判廠應定其簽名其補證 當事人得以科技設備 將書狀傳送於憲法法庭 其應適用範圍程序效力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至本法由司法院定之 當事人以科技設備傳送至書狀 唯依前項本法為之者 不審書狀提出之效力 宣讀外幣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申請憲法法庭裁判 應以申請書記載本法規定之 應記載事項 並覆去相關佐證資料 提出於憲法法庭 且項申請有效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任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但其情形可以補證者 審判廠應定期間命期補證 一 申請人無當事人能力 二 申請人未由合法之法定代理人 代表人或管理人為訴訟行為 三 由訴訟代理人申請 而其代理權有欠缺 四 申請預約法定期限 五 本法明定不得申請或不得更新申請之事項 六 對憲法法庭或審查庭裁裁判聲明不符 其申請不合詮釋或不備其他要件 申請書為申請裁判之理由者 無庸不命期補證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六條 當事人不在憲法法庭所在地居住者 既算法定期間應扣除其在途期間 但有訴訟代理人 駐居憲法法庭所在地 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訟行為者 不在此件 且將應扣除之在途期間 由司法院定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除裁定不受理者外 憲法法庭應將申請書 送達於相對人 並得獻起命相對人 以答辯書陳述意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憲法法庭應與受理申請案件後 於憲法法庭網站 公開申請書及答辯書 申請書或答辯書 含有英語限制公開支持項者 得警救其他部分公開之 申請書及答辯書公開示方式 及限制公開支持項由司法院定之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十九條 保留第二十條 第二十條 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任其與憲法法庭選領事案件 有關聯性 得申請憲法法庭裁定許可 於鎖定期間內提出具 參考價值之專業意見或資料 以供憲法法庭參考 其項申請因以書面 序名關聯性為之 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或團體 以裁定許可 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 準用前條第三項之規定 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以裁定許可 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時 應委任代理人 其資格及人數一跌八條之規定 憲法法庭選領案件任有必要 通知其裁定許可 時當事人以外之人民機關或團體 到庭說明 陳述意見時 應以通知書送達 第一項人民機關或團體 提出專業意見或資料 經當事人引用者 是為該當事人之陳述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通過第21條 第21條 申請人於裁判宣誓或公告前 得這回其申請之全部或一部 但申請案件於憲法上 具原則之重要性 憲法法庭得不准許其測回 其項這回有相對人且 經言辭辯論者應得其同意 申請之撤回應以書面為之 但於言辭辯其日得以言辭為之 並記載於筆錄 前項以言辭所為之申請撤回 如相對人不在場 應將筆錄送達 申請之撤回相對人 與言辭辯道成 未為同意與否是表示者 自該其日起 其未與言辭辯道成或 係以書面撤回者 自筆錄或撤回書 上本送達至日起十日內 未提出異議者是為同意撤回 案件經撤回者申請人 不得更行申請 宣討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22條 第22條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 不贈收裁判費 宣討完畢 照協商條文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23條 第23條 當事人訴訟代理人及辯護人 得申請閱覽 抄錄影印或涉影券內文書 或預納費用 請求賦予副本 第三人 經當事人同意或是名 有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者 亦得為前項之申請 前二項申請應經審查庭裁定許可 約券規則及收費標準 由司法院定之 宣討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4節 第4節 言辭辯論 宣討完畢 照審查會結明通過 第24條 保留 第25條 第25條 第5章及第6章 案件 其判決因本於言辭辯為之 除前項所列案件外 判決得不經言辭辯為之 宣討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26條 第26條 憲法法庭行 言辭辯論應有 當法官現有總文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參與 為參與言辭辯論之 當法官不得參與評議及裁判 經言辭辯論之案件 其裁判應與言辭辯論終結後 三個月內宣示之必要時的延長二個月 宣討完畢 照審查條文通過第27條 第27條 言辭辯論應與公開法庭行之 並以適當方式實施公開播送 但有妨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善良風俗 或造成個人生命生體隱私或營業秘密重大損害之遺言者 得不予公開或播送 憲法法庭之旁聽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之辦法 由司法院定之 宣討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28條 第28條 言辭辯論其日應通知當事人 訴訟代理人或關係人到庭 訴訟代理人或議第8條 無庸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辯論之當事人 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 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憲法法庭得盡為裁判 宣討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29條 第29條 憲法法庭行言辭辯是應製作筆錄 宣討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12條刪除 第5節 第5節 裁判 宣討完畢 照審查會傑明通過 第30條 判決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3分之2以上參與評議 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同意 宣討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31條 第31條 裁定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過半數參與評議 參與大法官過半數同意 審查領所為之裁定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應以大法官過半數之意見決定之 宣討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2條 保留 現行條文第11條刪除 第33條保留 請宣讀第34條 第34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於裁定準用之 裁定除本法別有規定外 得不付理由 宣討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5條 第35條 大法官贊成裁判職主文 而對其理由由普通或不同意見者 得提出寫同意見書 大法官對於裁判之主文 曾於評議時表示部分或全部不同意見者 得提出部分或全部之不同意見書 宣討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6條 第36條 僅言辭辯論之判決應宣誓之 不僅言辭辯論之判決應公告之 僅言辭辯論之裁定應宣誓之 終結訴訟之裁定應公告之 裁判應以正本送達當事人及指定 至執行機關 但不受理裁定僅送達申請人 各大法官之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 由憲法庭隨同裁判以並公告及送達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7條 第37條 裁判自宣誓或公告之日起發生效力 未經宣誓或公告之裁定自送達 之日起發生效力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8條 第38條 判決有拘束各機關及人民之效力 各機關並有實現判決內容之義務 前項規定於憲法法庭所為之實體裁定準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39條 第39條 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0條 第40條 案件件件憲法法庭為判決或實體裁定者 申請人不得更行申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1條 保留 第42條 法規範審查案件或機關正義案件 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不違憲 或作成其他憲法判斷者 除有本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情形外 任何人均不得救相同法規範或專業申請判決 各法院人民或地方自治團體之立法或行政機關 對於經司法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宣告未違憲之法規範 因憲法或相關法規範修正或相關社會情勢有重大變更 任由重新認定與判斷之必要者 得分別依第三章或第七章鎖定程序 申請憲法法庭為變更之判決 國家最高機關就機關專業事項 有前項情形者 得依第四章鎖定程序 申請憲法法庭為變更之判決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43條 申請案件係署中 憲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極破必要性 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得以申請或依職權就案件相關之正義 法規範之事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憲法法庭為前項裁定前 得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陳述意見或為必要者調查 暫時處分之裁定 應經大法官信由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參與評議 大法官信由總額過半數同意並應覆據理由 暫時處分有下列情形質疑者實習效力 1.申請案件業經裁判 2.裁定後已逾六個月 3.因情勢變更或其他特殊原因 經憲法法庭依前項之平決程序裁定串銷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44條 第44條 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評議之過程應嚴守秘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六節 第六節準用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結明通過第45條 第45條 憲法法庭審理第五章及第六章案件 必要時得為搜索或扣押 並得阻托地方法院或調度司法警察為之 前項程序準用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有關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6條 第46條 行政訴訟法之規定 除本法或審理規則別有規定外 與本法性質不相抵觸者準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三章 第三章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章名通過 第一節 第一節 國家機關立法委員申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結明通過 第47條 第47條 國家最高機關因本身或下級機關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任由抵觸憲法者 得申請憲法法庭為宣告為真實判決 下級機關應行使職權 就所適用之法規範任由抵觸憲法者 得報警上級機關為前項之申請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鎖定相當二級機關是獨立機關 與其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範圍內 准用第一項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8條 第48條 前條之法規範抵觸憲法疑義 各機關與其職權範圍內 則自行排除者不得申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49條保留 第50條 本節申請應以申請書記載下列事項 以申請機關名稱代表人 及機關所在地 或申請人姓名住所或居所 及應為送達之處所 而有訴訟代理人者 其姓名職業住所或居所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法規範違憲之其行 及所設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申請判決之理由 及申請人對本案所辭職法律見解 六關係文件之名稱及建數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51條 第51條 憲法法庭任法規範迪觸憲法者 應於判決主文宣告法規範違憲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52條 第52條 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 且應失效者 該法規範自判決生效日起失效 但主文令有預知 適及失效或定期失效者 依及預知 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 其鎖定期間法律 未接法規範不得於二年 命令未接法規範不得於一年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53條 第53條 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者 於判決前已信屬於各法院 而尚未終結證案件 各法院應依判決議職為裁判 判決前已是用前項法規範 做審視刑事確定裁判 檢查總長得依職權或被告者申請 提起非常上訴 前項以外之確定裁判 其效力處罰律令有規定外不受影響 但尚未執行或執行未完畢者 於違憲範圍內不得在於執行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54條 第54條 判決宣告法律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除主文令有益之外 於期限界之前 各法院審理案件仍應使用該法規範 但各法院應審卓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制均衡維護 於必要時的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 裁定停止審理程序 四該法規範修正後依新法續行審理 駁回前項申請之裁定得為抗告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二節 第二節法院申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結明通過第55條 第55條 各法院就起審理之案件 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未監法規範 以其合理確信任由抵觸憲法 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執行影響者 得申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56條 第56條 本節申請應也申請書記載下令事項 以申請法院及其法官姓名 二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三 應受審查法律未監法規範違憲之刑行 及所設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四 申請判決之理由 應受審查法律未監法規範在裁判上使用之必要性 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五 關心文件之明春及見數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57條 第57條 各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 以本節申請為由而裁定停止程序時 應付以前條申請書為裁定之一步 如有急迫請行並得為必要之處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58條 第58條 第51條至第54條規定於本節案件選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三節 第三節 人民申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結明通過第59條 第59條 人民救急依法定程序用盡審計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不利確定中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或該裁判任由抵觸憲法者 得申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建之判決 前項申請應於不利確定中局裁判送拿後 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60條 第60條 本件申請應以申請書記載項例是項 1. 申請人姓名身份證明文件字號 住所或居所及應為送達至住所 申請人違法人或其他團體者 其名稱及所在第一事務所或營業所 2. 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其姓名身份證明文件字號住所或居所 3. 有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職業住所或居所 4.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5. 確定中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或該裁判違憲之情形 及所設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利 6. 申請判決之理由及申請人對本案所求之法律見解 及確定中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8. 關信文件之名稱及建數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61條保留 第62條 第62條 憲法法庭任人民就申請有理由者 應於判決主文宣告該確定中局裁判違憲 並廢棄之發回管轄法院 如任該確定中局裁判所信用之法規範違憲 並違法規範違憲之宣告 第51條及第52條規定 於前項判決準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63條 第63條 本期案件判決宣告法規範立即失效者 準用第53條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64條 第64條 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者 於期限界之前 審理原因案件之法院應依判決宣告 法規範違憲之一職為裁判 不受該定期失效期限制拘束 但判決主文另有預知者亦其預知 該前項法規範定期失效之行行 各法院於審理其他案件時準用第54條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6條刪除 第4章 第4章機關專益案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 第65條 第65條 第66條 其項申請應以申請書記載下列事項 1.申請機關名稱代表人 及機關所在地 2.發生專益之相對機關名稱代表人 及機關所在地 3.有訴訟代理人者及姓名職業 住所或居所 4.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5.爭議之性質與發生專益機關間之協商經過 及所設憲法條文或憲法上權限 6.申請判決之理由 及申請機關對本案所持之見解 及遵守不辨期間之證據 把關心文件之名稱其建數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67條 第67條 本章案件憲法法庭應於判決主文 確認相關機關之全憲 亦得是案件其行令於主文 為其他適當之遇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5章 第5章總統副總統彈劾案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第68條 第68條 立法院得以憲法徵修條文第4條 第7項規定 就總統副總提出彈劾案 申請憲法法庭為宣告彈劾成立之判決 前項申請英語申請書記載下列事項 以申請機關名稱代表人及機關所在地 二有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職業處所獲居所 三被彈劾人遵姓名處所獲居所 四彈劾案決議做審制程序 五彈劾這原因事實證據其英語解決之理由 六關新聞書之明春及建樹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69條 第69條 本章案件程序之進行不應被彈劾人卸任 立法院之解僧或該屆立法委員任其居滿而受影響 但被彈劾人於判決宣誓前辭職 去職或死亡者 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0條 第70條 選判長任以釋予為延遲辯論時 應宿訂延遲辯論期日 其項延遲辯論期日 據申請書之 宋達至少應有20日為就審期間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72條 第72條 被彈劾人得選任編護人為其辯護 編護人應由律師充之 但今選判長尋合者亦得選任非律師為辯護人 辯護人有數人者 送達文書應分別為之 本法關於訴訟代理人之規定於辯護人準用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3條 第73條 延遲辯論期日 如有當事人引造未到停者 應再訂期日 前項再訂期日 申請機關或被彈劾人未到停者 得進為裁判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4條 第74條 延遲辯論期日 申請機關及被彈劾人 應依序陳述彈劾議職 即就彈劾事實為答辯 被彈劾人答辯後 審判長應調查證據 並因命依下列次序或救事實 及法律辯論之 一 宣請機關二 被彈劾人 三 辯護人 以辯論者得再為辯論 審判長應得命再行辯論 審判長於宣誓辯論終結前 最後應訊問被彈劾人有無陳述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5條 第75條 宣告彈劾成立之判決 其評決應經大法官線有總額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主文並因預知被彈劾人解除職務 評決未達前項同意人數者 因為彈劾不成立之判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6條 第76條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宣讀完畢 為宣告政黨解散之判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6章 第6章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 第77條 第77條 政黨之目的或行為 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 或自由民主制憲政之序者 主管儘管的申請宣法法庭 為宣告政黨解散之判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8條 第78條 前條 申請英譽申請書記載下列順順順 1. 申請疾萬名稱代表人及疾萬所在地 2. 被申請解散政黨之名稱及所在地 其代表人知信民宿所獲居所 3. 申請解散政黨之意志 4. 政黨英譽解散之原因事實及證據 5. 關係文件及建數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79條 第79條 申請機關就政黨英譽解散之原因事實應解副證據 其評決應經大法官現有總額3分之2以上同意 評決為答前項同意人數時 因為不予解散之判決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81條 第81條 本帳案件轉由第71條及第74條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現行條文第30條刪除 現行條文第31條刪除 第七章 地方自治保障案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 張明通過 第82條 第82條 地方自治團體制立法或行政機關 應行使之權認所 應適用之中央法規提出 憲法對其適用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 由造成損害之餘者 則申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前項案件轉用第50條至第54條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83條 第83條 地方自治團體就下了一個環式項 以法定程序應用盡審計救濟 而受之不利 確定中局裁判 認為損害其受憲法所保障之地方自治權者 則申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以自治法規 經監督機關含告無效或含告不予合定 二 其立法機關議決之自治事項 經監督機關含告無效 三 其行政機關辦理之自治事項 經監督機關吹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 前項申請應於確定中局裁判送達後 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第一項案件轉用第60條 第61條及第62條第一項前段規定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八章 第八章 統一檢視法律其命令案件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 現行條文第七條刪除 第84條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計就期事案件 對於受不利確定中局裁判使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任於不同審判全中審法院之確定中局裁判使用統一法規範以表示之見解有益 得申請憲法法定為統一見解之判決 前項進行如人民的依法定程序稱名不符或後裁判以變更前裁判之見解者不得申請 第一項申請應於該不利確定中局裁判送達後三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條文通過第85條 第85條 前條申請應已申請書記載下列書項 一申請人姓名身份證明文件字號住所或居所 及應未送達至住所 申請人違法人或其他團體者 其名稱及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 二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者 其姓名身份證明文件字號住所或居所 三有訴訟代理人者其姓名職業住所或居所 四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五件結發生情意至經過及所設法規份 六申請判決之理由及申請人對本案所決之法律見解 其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八關系文件之名稱及建數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86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86條 第86條 憲法法庭審理本章案件 憲法法庭審理本章案件時 就不同審判權之中審法院 對於確定中局裁判是用同意法規範所生之其意見解 得含請各該中審法院說明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87條 第87條 本章案件之受理及其評決 應有大法官信由總而過半數參與評議 參與評議大法官過半數同意 為哪同意受理人數者應裁定不受理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88條 第88條 憲法法庭判決就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與原因案件確定中局裁判有意識 宣請人得以法定程序或判決議職請求救濟 原因案件為刑事確定裁判者檢查總長異德 至於提起非常上訴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89條 第89條 憲法法庭就法規範見解所為之統一解釋判決 各法院應依判決議職為裁判 前項判決不影響各法院以確定裁判之效力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9章 第9章負責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張明通過第90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係數而尚未終結之案件 除本法比有規定外 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係數而尚未終結之 原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前段 第三款前段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案件 其審理程序分別準用修正施行後第三章第一節 及第八章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九十一條 第九十一條 本法修正施行前已係數而尚未終結之 人民申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不是用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前段 會預先宣告確定中局裁判違憲 並廢棄發回管轄法院制規定 且向申請案件 判決宣告法規範違憲且應失效者 就已確定之原應案件 申請人得以法定程序或判決議職請求救濟 原應案件為刑事確定裁判者檢查總長亦得據 已提起非常上訴 第一項申請案件自申請案件係數之日起 只判決送達申請人之日子 不進入法律規定原應案件在審之最長期間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九十二條 第九十二條 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申請人所授之確定中局裁判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不得申請 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原用大法庭之法律見解之裁判等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申請 第五十九條第一項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或第八十三條第一項之案件 申請人所授之確定中局裁判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六個月之申請期間 自本法修正施行日期算其案件之審理 轉用第九十條第一項單書記第九十一條之規定 前項案件除刑事確定中局裁判外 自送達時期已逾五年者不得申請 一第六十五條第一項申請之案件 其爭議發生於本法修正施行前者六個月之申請期間自本法修正施行日期算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第九十三條 第九十三條 大法官律師及書記官於憲法法庭執行職務時應服制服 前項案人員正制服及法庭遷席位布置由司法院定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九十四條 第九十四條 大法官審理案件之訴訟卷宗保管規檔及其保存規定由司法院定之 卷宗滅屍事件之處理 準用民刑事訴訟卷宗滅屍案件處理法之規定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第九十五條 第九十五條 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報院會 非保留條文軍理處理完畢 現在繼續處理保留條文 依協商結論保留條文處理前 由各黨團推派代表各藝人發言 每人發言時間三分鐘 發言完畢後即進行處理 現在進行第十條 請宣讀各版本條文 請進行 時代力量親民黨黨團共同所提在書正動議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質疑者當事人得向憲法法庭申請大法官迴避 一大法官有前條鎖定情形質疑而不自行迴避 而大法官有前條鎖定以外之情形足任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語 大法官有第九條鎖定應自行迴避事由或前項第二款進行質疑者 應告知當事人 當事人如已就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 不得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大法官迴避 但其迴避原因發生在後或窒息在後者不再次見 第一項申請應以書面復取理由為之 憲法法庭官與申請迴避之裁定 被申請迴避之大法官不得參與 民進黨黨團修盛動議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的向憲法法庭申請大法官迴避 一大法官有前條鎖定情形之一而不自行迴避 二大法官有前條鎖定以外之情形足任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語 當事人如已就案件有所聲明或陳述後 不得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大法官迴避 但其迴避原因發生在後或窒息在後者不再次見 第一項申請應以書面復取理由為之 憲法法庭官與申請迴避之裁定 被申請迴避之大法官不得參與 現在進行各黨團推派之代表來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第一位請李鴻軍委員發言 李委員請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同仁 針對這次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自從民國47年制定 然後民國82年大幅修訂 將原本的20條修正為35條 迄今已運作了將近有25年 在這個運作上 其實已經有很多不符合當今的實際跟需求 特別是大法官為司法的標準 善用憲法解釋 然後引導各級的法院在審判中遵行正當的程序 那實踐憲法的正義 建立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感 都是當前我們全體國人對於大法官的一個期待 因此 將大法官審理辦法審理案件法更名為憲法訴訟法 主要是對整個大法官的法制面跟制度面的一個重新的建構 採取裁判法以及法庭法庭化跟裁判化 這個方式是以嚴謹的訴訟程序 跟這個法院的性質的憲法法庭運作的模式來做審理 但是我們人民對於司法的不信任感 除了正當的程序的權力保障外 司法的透明度不足也是人民難以對司法信任的重要關鍵 這部分其實應該要相信沒有藍綠的問題 而是應該以理性專業的角度來看待制度的建立 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因此在修法的過程裡面 我們親民黨提出了以下三點的主張 第一個就是確立利益迴避制度的建立 對於當事人申請大法官應迴避而未迴避的事項 憲法法庭應將結果告知當事人 第二對於憲法法庭之裁定應該公開大法官的意見 不論同意或不同意都應該記名 第三對於立委釋憲門檻應該降低為四分之一 對於申請釋憲立委的資格 包括那些未投票的委員都應該有權力申請釋憲 因為未投票也是立法委員表達他的權利的一個方法 因此親民黨認為制度的建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期待這一次大法官的審理案件法的修正 能夠真正讓人民看到司法改革的決心 讓人民對司法產生信賴 更重要的是期許大法官能夠真正扮演好憲法的維護者的角色 捍衛全體人民的權利 以上謝謝 第二位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主席文言委員 主席文言委員 司法權的公正運行除了實際上面的公正性以外 它讓人民相信它是公正的 它在行使的時候表現客觀上面是公正的 有沒有辦法被取代的地位 時代力量黨團正在第十條我們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我首先要感謝親民黨黨團 不管是從協商還是到院會 等一下馬上要即將的表決當中 也支持時代力量這樣的訴求跟理念 也就是說當我們憲法法庭的大法官 他具有利害關係衝突 有潛在迴避的事由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自己來加以揭露 在整個協商討論的過程當中 司法院的代表不斷地去強調說 我們現行迴避的制度 已經有法官應該要自行迴避 也有當事人在第九條鎖定法定情況之外 但是仍有執行之務偏頗之餘的時候 申請迴避的事由 大法官的揭露沒有必要 事實上也會造成困擾 在整個立法歷程的紀錄上 我要清楚的報告是說 不管是有關於利害關係潛在衝突的揭露 也就是所謂的judicial disclosure 以及我們一般在討論我們的訴訟法的時候 所謂的迴避自由 也就是所謂的judicial disqualification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層次 但是都同等重要的 我國訴訟法向來有關於對於法官相關的規制 一直只有撤重在迴避的層面 而沒有去處理有關於要自我利害關係 以及利害關係衝突可能性的揭露上面 這一次憲法訴訟法的修正 是我們改正過去長久以來所留下的錯誤 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就從憲法法庭的大法官開始做起 任何關心美國聯邦憲法法院 也就是我們的聯邦最高法院 在過去這五年 在美國社會針對重大問題 他們要行使有關於大法官最終裁決權限的時候 他們所引發的爭議就是 當這些大法官他們跟矽貞的訴訟案件 或者是跟矽貞訴訟案件的當事人 存在有某些利害關係衝突的時候 這個時候卻沒有主動的加以揭露 而導致後續處理上面非常多的問題 我在這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他們在裁判這些案件的時候 有一句名言 對於司法公正性的確保 沒有比公開揭露 更能夠使當事人能夠信任的要素了 接著請周春明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午安 憲法訴訟法第十條的規定 主要是在規範當事人得向憲法法庭來申請大法官的事由 其中一項是大法官有第九條鎖定情形之一 而不自行迴避 第二個情形是大法官有第九條鎖定以外的情形 主任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餘 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各黨團對第二章第二節 也就是第九條到十三條迴避的條文 均無意見 其中唯一存在的一個爭議 就是說要求大法官 就有第九條鎖定應自行迴避事由 或前向第二款情形之一者應告知當事人 其訴求的意義是要求大法官就其審理的案件 與當事人或關係人有相關迴避的爭議的時候均應揭露 本節這個迴避的規定其實已經很嚴謹很完整 跟民事訴訟法跟行事訴訟法有關法官迴避的規範相同 我們有十五位大法官都是經過總統的提名 社會各界的公開檢視 立法院的審查及同意 經過層層的關卡審酌 具有相當高度的法律專業 來審理高度公益性具憲法重要性的事項 是我們憲法的守護者 與一般仲裁法規定說 這個仲裁人的身份 還有仲裁人他在定奪相關的紛爭是不一樣的 仲裁法雖然有規定這個揭露的規定 但是仲裁人是民間所推舉的 仲裁人所解決的也是民事紛爭上面 跟我們這個憲法訴訟上 要去解釋憲法的角色跟功能是不一樣的 所以並沒有說像這個仲裁法一樣 要有這個揭露的這樣的一個必要性 本次的修法在相關程序其實都已經盡量公開 待會我們也會討論到一個言辭辯論的公開法庭 還有公開播送 還有不受理跟做成判決的理由公開 還有判決同意跟不同意的法官都要具名 也要公布主筆大法官的姓名 我們的目的都是希望大法官能夠為自己的決定來負責 我們也就透過相關的規範 透過相關的一些制度的設計 來達到公開透明的程度 過多的限制反而會造成事件實務上的至暗難行 絕非人民的福氣 所以在這邊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民進黨團 提出來的第十條修正動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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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院會各黨團推派式代表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要進行處理 按鈴七分鐘並分發表決卡 請按鈴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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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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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应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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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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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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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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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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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